刚才我们透过红春景老师的纪录片 看到了南衡经历穆拉克台风 以及之后的一些惨状 而接下来的画面我们要看到的是 相关单位开始修复了 在说明会中 阳工处处长表示 南衡全县正加紧施工 为年底通小车做准备 但是很不幸的是工程并不顺利 尤其南衡128.5K中之关附近 隔年1月16号 又发生长宽超过100米的大面积崩塌 在加上南衡东段崖口天吐台风时崩落的150公尺 让人实在不敢对通车抱有太乐观的想法 2009年的莫拉克巴巴风灾之后 2012年的611毫雨 2013年的天吐强烈台风 2014年初又发生崖口大崩塌 南衡一次次让工程师胆战心惊 面对外界期待通车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坡度如果是倒越缓的话 我整个销的面积就会越大 这条线整个就会跑到这里来 但是相对的它更稳定 但是相对它的土方量会很大 但是就只能在这个过程 我们一直在做修正 我怎么样去让它稳定 然后我不要花那么多土方量而已 这个天气也算不错就对 可以做啊 不是不错很危险做 没有下雨就好了 自现不好 就他们外守的空间 他们大概五六五米以内看得到的话 它是来头风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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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坦白 没错了 在看 总不能说一定要等下出太阳 我就做了 所以我说 没去看都因为很简单 去让大家感受一下 真的有它的困难度 大家工程师都在这里站在练习 都不许要搜册 不许去做一下修正了 一次次申请进入管制区拍摄的红春景 陆续以独立报导的方式 将看到的场景忠实呈现 几度也遇到落实危险 让它对管制区内忙于施工的人员 充满敬意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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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工程师工难度高 变数多 尤其是极端气候的强降雨 稍一不顺 几句报销不说 命都可能不保 画面中就是陶渊区居民 在工地所记录下来的惊悚画面 至于工务段的人员 虽然不像第一线施工人员般危险 但是突如其来的落实 也可能要了他们的命 编坡补墙工人 蜘蛛人士的工作方式 令他印象深刻 的确让人捏把冷汗 这是安全带 安全带滑扣 我们抓的那个滑扣 跟绳子 跟绳子是最重要的 每天都要注意 现在从下面他们工作 上去到上面 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从这边上去的话 差不多要花三到四十分钟 之前在上面 差不多要头一个小时 可以到达最顶端 所以你们中午吃饭 这便当掉上去还是 对对对 我们的便当都是用掉的 这样薪水一天多少钱 从景气不好 一直到现在 好像剩下一千七到两千块 许多现场工作人员的辛苦 才有十三年的修复通车 红尘警用将近七个小时的 纪录片篇幅 呈现南横这条路的命运 以及八八风灾之后十三年 这条路面临重复崩塌 重复补救 和民众对于修复的 期待与工程的困难 最后他在纪录片中 与众心长地写下一段祈祷文 他说我们这才惊觉 在全球暖化及蝴蝶效应下 破坏最少的地方 也难逃世界的贡业 面对崩塌的大山 我们才知道 参天古墓也抓不住 厚实的大地 面对凶猛的恶水 我们才惊觉 人定圣天是多么的可笑无知 所以对大地好一点吧 这是我们仅有可传世的资产 他也说 对生命多一点尊重吧 少一点杀戮吧 生活简单一点吧 让谁走他想走的路 让山长他想长的树 这是红春景记录南横 二十多年来最大的心愿 红春景最新完成的纪录片 其实长达有将近七个小时 所以以上只是一小部分的截录 在YouTube上 其实有完整的纪录片 里面也有清楚的段落说明 你可以看到 他记录南横的美丽 以及灾难意外 还有整个修复工程的艰辛 同时他在2019年 曾经因为南横而得奖 暂时在得奖之后 他又继续地拍摄 我们来听听看他拍摄的初衷 南横的美丽与哀愁 是作者红春景 用个人工作室的形式参赛 他长期蹲点记录下灾变 并且细心整理相关影像 获得了特别奖肯定 发生了八八水灾后 那种惨不忍堵的那个画面 跟之前的美景 那个反差实在是太大 我无法想象 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发心了 我想我应该要为这个环境 为这个生态做一些记录 他记录南横 是为了提醒大家永续的重要性 而在5月1号开始 这条路通了 现在南横的景象又是如何 我们就带您再来看一下 最近的新闻画面 大家好开心 这条路真的好不容易通了 又可以欣赏美景了 的确这是很值得开心的事情 我们也看到有好多的人车 而红春景呢 也特别制作了一部影片 来提醒大家 当你来到这条最美的高山公路的时候 在法令上 目前还是有一些通车车种 和通行时间的限制 而安全上呢 也仍然需要注意落实 不过最重要的就是 道德上 他苦口婆心希望 别再出现满地的垃圾 就如他所说的 尊重自然 让水走他想走的路 让山长他想长的树 这才是真正尊重自然 爱护家乡的表现 天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